大家好,我是孟小杰律师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很多申请EB1A的研究人员都特别关心的 那就是引用数 那很多人都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到底要有多少的引用数 才能够去申请EB1A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首先呢,我想先跟大家说一说 引用数为什么会成为这么一个 很多科研人员都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 这个可能和原来 就是科研人员想要去申请EB1A 主要能够主张的这些标准有关 那我们回头先看一看EB1A的这个标准 EB1A有十条标准 那我们要去申请EB1A的话呢 有两个部分要做 第一个部分呢,就是首先 我们先要证明在十条标准当中 您至少符合三条标准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就是再符合三条标准的 前提下我们还要能够证明说这个申请人 在所在的领域综合来看 是非常杰出的那一小部分人 两步走 那以前,为什么说以前呢 是因为在拜登总统他上台之后 其实关于EB1A的一些政策 已经有了一些调整 陆陆续续的我觉得应该是有调整过两次 最新的一次呢,是在2023年的9月份 那他又做了一些调整 其实那一次的调整,他对于科研人员 尤其是处于自己的职业生涯 早期的科研人员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个我们其实有一个专门的视频 做了一个讲解 就是分析那一次的新政的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再看一下 那说回我们的引用 那以前呢,如果说一些科研人员 想要去申请EB1A 想要满足十条标准当中 至少三条的话 他们会满足哪三条呢 大部分人肯定可以满足的两条呢 一般是第一,发表学术文章 因为大部分的人如果说是博士毕业 或者是搞科研硕士毕业的 那至少会有一些文章的发表 所以他们基本上都可以符合 发表学术文章这一条 再有呢,就是评审他人的工作 那很多人去做不管是杂志的审稿 还是会议的审稿 其实做审稿这件事情 对于很多研究人员来讲 只要自己愿意花时间去做 花精力去找机会 其实都是可以做的 它比很多其他的条件来讲 是容易达成很多了 所以这两条其实是科研人员 去申请EB1A 最最常见的大部分人 都可以符合的两条 但是呢,光有两条是不够的 EB1A需要十条标准当中 符合至少三条标准 那剩下的这第三条呢 其实在以前就是很大程度上 困扰很多科研人员的一个事情 因为在原来的这个框架下面 科研人员想要符合 其他的标准都是挺难的 比方说获奖 获奖以前必须是一些国际 国家级的这些大奖 那很多人都没有办法获得 然后呢,会员资格又是要求一些 特别高的标准的一些会员 然后再有呢,比方说像高工资啊等等 媒体报导又是需要针对个人的一些媒体报导 其实科研人员会发现 哎呀,好像刚刚毕业的博士的同学 或者正在读博的同学 很难去满足 那看来看去就觉得只剩下一条 自己有一些机会 那就是在所在的领域 有重大的原创性贡献 哎,这一条标准 如果说我能够通过引用去证明的话 那我就有可能符合 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去讨论引用 不是因为引用本身是一个EB1A的标准 如果大家去看EB1A的十条标准当中 没有任何一条标准说 你必须要有引用 对吧,引用本身它不是一条标准 但是呢,引用是一个可能可以用来证明 这个申请人在自己所在的领域 有重大原创性贡献的一个指标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去看引用 但是我们看一下这条标准 它叫做在所在的领域 有重大的原创性贡献 这个东西怎么能够去评判呢 多重大算是重大呢 这个就是这个疑惑的来源 因为这条标准 它的标准相对来讲 和很多其他标准相比 是比较笼统比较模糊的 有很强的一个主观性 举例来讲 如果说你去评审他人的工作 你评了就是评了 它也没非要要求你是什么级别的 当然这个在第二步骤 综合评价的时候会去看 但是至少在第一个步骤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这么一个 严格的一个判断在那边的 但是在评价重大原创性贡献的时候 其实要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是原创性 大部分的客人人员呢 如果说有文章发表 去证明原创性应该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但是就会卡在这个重大上面 那不同的移民官 哪怕是可能是不同的处理中心的 或者说同一个处理中心里面 不同的移民官 他对于怎么去判断重大 都是有自己的一个理解在里面的 比方说大家可能曾经听说过 有一些移民官就会发通知说 哎呀你这个没个一千 你怎么都好意思说自己是重大 就有这样的一些RFE补件会存在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也是困扰大家很多的 就是我到底要多少 我是不是要上千 大几百有没有可能 那如果我只有一两百 是不是我就不可以申请EB1A了 那在这里呢 我要提醒各位想要申请EB1A的研究人员 那就是现在是2024年了 那在现在的这个政策下面 大家大可以去考虑一下 其他的标准 EB1A有十条标准 你除了发表学术文章和评审之外 你不是非要用引用 才可以满足了第三条标准的 尤其是在现有的这个政策环境下面 对于很多同学要用比方说 获奖或者说会员 或者说在知名机构担任关键职务等等 甚至于媒体报道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现在的这个时代 在拜登政府他多次修修补补 已经把EB1A对于 很多职业早期的研究人员 做得非常的友好了 大家大可以放眼去看看其他的标准 能不能够在其他的标准里面 再找个一两条 甚至更多条来满足十条标准当中 至少的三条 而不用非要和引用去进行死科 所以这个是我给大家的第一个建议 不要非要和引用去进行死科 看看别的标准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 现在移民局的审案标准里面 对于引用他也做了一些澄清 就不应该要求一个特定的数目 并且呢 移民官也不能够忽视推荐性的一个分量 只要有其他的东西可以一起去佐证 所以数目本身 它不是一个决定性的一个标准 还有就是引用 它本身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引用 它是一个背景综述里面的一个 一笔带过的一个注脚呢 还是说一个在别人的文章当中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持性的一个论据 那这些都会影响到移民局在判断引用 它到底是不是能够被解读为 对于所在的领域有重大的原创性贡献 也就是你影响到了其他的研究人员 能不能够这么去解读 那这个就要根据每个案件 它的一个具体的引用情况去进行分析了 所以在申请的过程当中 这也是非常值得细细去挖掘的 所以以上两点呢就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小建议 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大家不要飞和引用去死磕看看别的标准 希望以上能够对大家进行EB1A的准备的思路 有一些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